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尽请关注 发动战争就要大军集结,假如只是一场几百人数千人的治安战,一般从本地调兵即可 而且军队集结点在陆陆看必须满足三个最起码的要求 第一,得安全,安全都保证不了集结什么 大家伙按照指示,跋山涉水的来了,一把汗水一把泪,满面尘土疲惫不堪 正说要好好休息休息的时候,敌人就冲上来把咱一锅端了 这军队到底是谁指挥的,这是叛变了还是投诚了 您干脆点直接命令就地投降都好 第二,必须足够大,地方多,能安置下来 否则乌样样来了几万,正值十几万,几成一大片 兵找不着将,将找不着兵,那咱还是干脆别打了 早点洗洗睡吧,去了也是送人头 第三,必须能够提供充足的补给 要能给这么多人提供吃吃喝喝 大家伙都要把脑袋别的裤腰带上 拿着刀片子跟人玩命了,还不让人吃饱喝足 饿着肚子上战场 这活儿谁能干谁干,这仗谁能打谁打 兄弟们可伺候不了 军队集结好了,人都叫齐了 就得考虑这仗该怎么打了,也无非就两种 一是聚成二战,咱不出去,出去打仗风险太大 咱这里强高成大,多多准备粮草,准备各种守城的器械 什么精知滚木,强弩弓箭,越多越好 等他来,来了崩开一嘴碎牙 二是出城野战,这可就讲究多了 首先,出城野战就得有行军路线 大军这么多人,资重物资可不少 没有一条好路,即使人能受得了 车辆跟牛马也受不了 所以军队规模越大,资重越多,越只能走大路 所以古代战争一般两方争夺的要点 大多都是交通要道 一旦某一处交通要道被占据 一方占据后勤补给优势 另一方只能退兵 退到自己补给占优势的地方 因为历代战争打的都是后勤 而交通是制约后勤能力最关键的一环 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所以双方想方设法都要争取后勤优势 争取更多的胜算 隋扬第十期征讨高利 全国上下集结了几十万辅兵 可谓是将全国的精锐都集结来了 然而几十万辅兵围着辽东城攻打了几个月 都没有攻克 于是几十万隋军干脆绕过辽东城等一干大小城池 分为九军直扑平壤 没有可靠的后方 没有稳固通畅的补给线 大家伙好不容易到了平壤城 才发现没了粮草,还被断了补给 三十多万人一瞬间就炸锅了 最后回到隋朝境内的不过寥寥数千人 不及出发时的领头 整个隋朝军队的精锐 在这稀里糊涂的一战被消耗殆尽 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灭亡 因此古代的战争大多都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的 尤其是处在交通要道上的城市 非常重要 庞大的城市不但可以提供物资和兵源 也可以依赖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 输送人员物资 并通过交通路线控制交通辐射范围内的地区 倘若不攻占而直接绕后 就很可能重蹈隋军争高利的覆辙 退路被切断 补给被切断 还要面临着大后方的无数骚扰和威胁 这要是能打赢 那才叫真见了鬼 因此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城一个城打 没有绝对的把握 冒险绕后几乎就是自找死路 所以这些处于交通要道的城市 就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对象 不仅仅是古代 现代战争中也是一样 二战的转折点 斯大林格勒战役 之所以苏德两军围绕着斯大林格勒进行残酷的战斗 除了这座城市的名字所包含的政治意义 斯大林格勒还控制着福尔加河水运 和多个福尔加河桥梁和渡口 一旦夺取 德军就能彻底切断对苏军来说 至关重要的福尔加河水运 而且进一步打通向河东进攻的通道 所以战略价值极高 斯大林格勒也成为了双方不断投入兵力资源 进行争夺的对象 在这片土地上 流进了两国小伙子们的鲜血 除了水运 铁路也是近代战争的争夺对象 因为铁路运输量大 速度快 成本低廉 而且铁路的通行之处 几乎都是极为重要的城市 沿着铁路线可以直接到达目的地 如此众多的作用 在战争中谁也无法忽视 因此自打中国这片土地上 有了铁路以来 不论是军阀混战 还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几乎都是围绕着铁路线展开的 微信搜索迷彩虎 关注后回复铁路 了解更多铁路与战争的相近 总的来说战争的争夺对象 主要是能为战争提供服务的对象 例如油田 粮仓 交通要道 什么能为战争提供服务 战争的争夺焦点就会是谁 哪一方占据的越多 对方的也就越少 自身获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这些焦点也就成为了军事上的必争之地 现如今 我国遭已成为全球知名的基建狂漠 高铁总里程一年一个涨停 一旦到战时 便捷而发达的交通路线 到底能发挥出多大的威力 露露都实在难以想象 不过看看每年的春运 也算是可以见一斑而知全报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飞飞 工作之外的飞飞啊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哦 想认识我吗 想了解我吗 在微信搜索公众号迷洒虎 回处虎牛加飞飞的个人微信 我在那儿等你哦 再见 再见 再见